Hero 聊世紀 天天的五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2v6對決 這場比賽是Hera加上MBL 兩位頂尖職業高手 對上六位大約1100的玩家 這場比賽也是習日的朋友也是戰友 也不是習日的朋友 現在應該也是朋友 Hera跟MBL 這兩位本來都是AN戰隊的成員 現在Hera已經跳槽到了GL戰隊 兩位我印象之後他們兩個感情還算不錯的 所以他們好像這次組織了一場新的2v6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選擇的文明 我們先來看一下1100戰隊的一個選擇文明 是選擇了馬扎爾 馬扎爾在團戰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他有義工免費的效果 前期的壓制不錯 後期轉遊俠或是反驅功、馬功 都是非常適合的 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 紫色 兇人 兇人的話也是 這個馬扎爾有點相似 他的優點是不需要蓋房子 對於新獸來說是一大福音 有點不會卡人口的關係 村民跟單位只要有資源 就可以一直按一直爽 接下來看一下灰色 灰色這個文明選擇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非常好的 跟瑪雅或是越南 都是在團戰來說一個很好的外加文明選擇 那伊索比亞這個文明是比較節奏更快一點的 因為每三十代時候都會加一百肉一百斤的關係 所以他的打法會節奏更好一點 而且點這個一擊射的時候壓力更小 而且攻擊速度 攻擊速度還有額外的攻速加成 所以伊索比亞人算是一個很好的文明選擇 好那接下來看法蘭克 法蘭克人有著名的192遊俠 前期的吃果子速度特別快 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經濟效果是非常好的 可以轉出大量的騎士跟對方對決 所以法蘭克也是對新手來說很友善的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 綠色選擇了越南 越南剛剛有提到 那越南的話 他四邊是射箭場的血量 攻擊手的血量會更多一點點 鬼教不會被一發輕型投石車一發砸光 所以算是一個生存度偏高的文明 那越南的經濟科技 有折扣的關係 升級速度也特別快 所以經濟層面來說 越南也是不差的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最後一位也是兇人 那兇人就不太多介紹 那看一下MBL他們 MBL這邊是選擇了西班牙人 想用西班牙的征服者 去征服六位玩家 這裡應該有他的想法在 那西班牙的話 擁有這個兵工廠免黃金 就可以升級的特性 而且每升個科技 還可以獲得20額外的黃金 所以西班牙人在前中後期的節奏 也是相當不錯的 而且城堡時代 如果能穩定開出城堡 量產西班牙征服者 那將會是一個災難性的打擊 對於對手來說 那接下來看一下蒙古 那蒙古來說 這個文明是真的很適合 一打多的文明 因為他的機動性夠強 而且蒙古突擊在後期 是非常強力的存在 基本上對手只要不要打一些奇怪的特殊組合 蒙古突擊可以應付大部分的場面 甚至連衝車工程器都能解決 後期的大落馬坦度也是非常好 那蒙古的唯一缺點就是沒有經濟加成 所以用起來會比較吃重個人的開農能力 還有防守能力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拿法 那蒙古這邊吃也會很快 這邊是把路都已經趕好了 這時候Hera打出一個Hello 那這邊是Hi 友善交流一下 待會就沒機會交流了 有可能 OK 這邊是看到 兇軟已經圍家了 新手們很習慣就是把家裡給圍大 但圍大確實有他的好處在哪 那前提是你圍大還要能守住 這才是重點 這邊繼續圍 那這邊就很難圍了 那以正常情況下來說 這邊可以打算不圍 然後就圍這邊過來 圍這個魔防一起過來 這邊直接圍到底 不然你還要在這邊圍過來 其實支援小樑更大 防守範圍更廣 圍下來 然後這邊TC圍一下 這樣就好 他過來圍 圍 好 當然這邊 還有他的想法 我們沒關係 好 看一下他怎麼守 好 叫做MBL 這邊是這樣 蓋了一堆房子 MBL 這一把也是走了一個奇怪的路線 那這邊要不要先下支部呢 因為這邊的對手的肉碼有點多 如果不下支部 很有可能黑暗時代 會被對方洛馬給抓掉 好 蒙古這邊是 決定要來打洛馬開局 MBL看起來是要打直層 當然要打直層 他這邊房子圍這麼多 有點是不是太 臭了一點 他可能想說 輕鬆玩 給對方一點機會 好 這邊怎麼有人在打架 看起來有點忙 好 這邊MBL直接把肉碼關起來 爆打一波 直接被監禁play 動玩 MBL順利的擊殺掉敵方的肉碼 現在村民宿來到27村 這個村民宿照理來說 是可以去暗城堡時代了 27加2 或是26加2 都可以讓西班牙 在阿拉伯 直接上城堡時代 然後馬上蓋下城堡的一個流程 當然他這邊是選擇了28 甚至更多 29 拿了出了29 看來沒有打這個經濟配置 極限配置 拿了一個比較臭一點 就這個肉 這個鄧鈴可能沒有吃完 而且為家的村民 太多了 所以造成他沒有辦法 像我們說的剛剛的P數 可以穩定上去 MBL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在 因為這個打法確實是比較穩 好 這邊是補下了一個採礦營地 下方兇人 空間時代正在升級上去 一個29P跟30P的升級 兇人這邊是完全要為大的 圍超大 圈地 圈地 圈地狂 圈了有夠大 好 這時候馬招安靜來到了Hera家裡 看騷擾 但是被槍兵戳到有點慘 好 看一下Hera是幹嘛 Hera現在在用肉 但是一隻單位都沒有自己殺 都是連自己殺的情況 好 MBL家裡為好 關鍵是在升上去 好 這裡架了一個市集 加上冰工廠 這裡補了一個採礦營地 一個正常的開局流程 好 這邊要挖石頭 看來是要打西班人徹復著 並沒有防其吸震的存在 好 這邊三隻肉馬 可能要被擊殺掉了 好 現在 肉馬集結 可以了 這邊有極大的壓力 當然這邊槍兵多暗一點 應該是能守住的 槍兵有在按嗎 好 沒在按了 就算停了 可能是沒有看到有這麼多弱馬喔 還要再按一些嗎 好 Hera直接進入了防守模式 想把右邊給圍好 MBL家裡也是圍好圍滿 暫時沒有被秒殺的可能性 好 似乎也被開挖 好 上方這邊看一下 肉馬越來越多了 8隻肉馬 好 那目前看一下其他家 其他家 紅色 瑪莎爾出肉馬 然後紫色 這邊也是出肉馬 新手基本上都是出肉馬 最多的 因為肉馬操作的要求 是比較低一點 這個是怎樣 小小莊園 有想法 其實有些新手們的想法 確實是很有創意 可以看到一些蠻特別的打法 Hera右邊好像被突破了喔 這裡開始有攻兵了 越南這邊轉出一些攻兵 這邊蠻奇怪的喔 這個外家居然都不是 公國 都是馬國 然後公國在內家 這樣到 MBL跟 Hera家裡的時候 攻兵會有點顯得太慢了 所以外家通常都是攻兵國 就是這個原因了 比較更快能到達對手家裡 進行連續突襲 好 MBL這邊補下城堡 這根堡蓋的有點危險 但應該不會有尺寸的問題 這根城堡蓋的很快 其實一般有30%的劍道速度加成 好 等一下上方也被打 右邊也被打 現在進攻的只有Hera MBL這邊終於升到了城堡時代 蓋好了城堡 快18分鐘內 按出了第一隻西班牙征服者 好 前期蓋了這麼多房子 看起來是有用了 好 這邊把前面的東西滴掉 好 這裡也補充了一個攻城七隻造索 好 這邊可以看到西班牙征服者 是開始出來開鏢了 好 這邊有馬弓囉 有馬弓就麻煩了 越南馬弓 有料 來這不是越南的嗎 這個是兇人的 兇人馬弓有折克 折克也不錯 九折優惠 買食送一 好 這樣一下 唉唷 這一滴 好 西班牙征服者 強大火力 開始擊殺敵方單位了 好 到處收掉這邊的肉馬 好 射神優勢 慢慢擊潰 好 這裡有點撞城堡 血量有點掉了一些 看一下Hera Hera這邊肉馬 趕快升一下新奇兵 升到城堡時代的話 但是現在城堡時代還沒有升上去 好 撞到了一旁槍斃 這邊擊殺了11隻的單位 然後包含5個村民 好 現在MBL要面對了大量馬弓的 圍攻 遇到馬弓 遇到馬弓 西班牙征服者不好處理 因為射擊速度快 而且本身西班牙征服者的遠程海甲 是偏低的 好 但這邊高達第一傷很優秀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馬弓單位 好 這邊甩槍甩得很漂亮喔 擊殺掉了很多馬弓 好 這邊西班牙征服者出門了 好 這邊西班牙征服者出門了 他可能意識到 不能再放任對手 就去出馬弓壓制自己了 去打他家村民更實際 事實上也是如此 基本上新手只要被鬧到家裡了 就已經死去半條命了 很難再復活了 被騷擾就沒呼吸了 看來第一腳都沒呼吸了 被騷擾有點慘喔 不好意思 Hera家裡也是有一陣打鬥 Hera這時候才剛升到城堡時代 繼續補下洛瑪 現在Hera的大部隊不知道在哪裡了 在家裡防守的樣子 好 繼續看MBL怎麼秀西針 現在Hera這邊有一個大部隊要衝進去了嗎 洛瑪繼續砍 哇 又抓掉一村 抓到有人在開TC 這邊兇人很努力想要阻擋MBL繼續入侵家裡 這邊馬弓繼續點 但兇人這邊要打西針的話 一定要趕快點下這個 彈道血 如果不點彈道血的話 miss掉的箭矢 會少打很多KD DPS就會 就會下降很多 所以DPS要注重的話 彈道血還是要必點的 好 現在Hera現在被大量猛攻 但是家裡還是用村民修了回來 後面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邊就是用弱馬 再繼續騷擾當中 兇人這波打得挺漂亮的 好 這裡抓到了一些村民 好 升級到新騎兵 Hera這邊是轉出的駱駝 想要阻擋這邊馬弓入侵 但馬弓這邊射駱駝實在太痛 殘血的駱駝直接回家 後來普魯克修道院 暗生率無血 現在MBL也被外加擋在家裡 這邊1100戰隊節奏帶得非常好 好 這邊又有弱馬 溜進來 村民直接原地反擊 好 槍擊出來了 好 剩下一隻肉馬 再一槍 搞定 好 這邊還在互相變了變去 沒有任何進展 還是MBL 這邊要3TC 還是雙TC 農上去 然後趕快點帝王進攻 欸 拖越久 因為對Hera跟MBL不有利了 畢竟對方是三倍開農 他們只有 少量的城鎮中心 還要出對軍隊協防家裡的問題 好 這邊工兵控制黃金控的很好喔 好 這邊馬功上前跟MBL互打一波 好 擊殺掉了一些單位囉 那MBL這邊也是衝了進去 開了幾槍 好 這裡吸陣來幫一下他的好朋友 幫他解一下這一頭工兵喔 這頭工兵確實有點麻煩 趕快解掉他裡面的臭兵才能出來挖黃金 過來要被斷金斷到沒有黃金囉 哇 這裡有更多的槍兵走得過來 蒙古沒有蒙古圖祭太難受了 太難受了 好 現在1千1戰隊節奏帶著非常優秀 喔 槍兵衝了進來了 好 這邊抓掉一隻生鯉 好 蘿蔔上前 這裡吃掉 MBL家裡也被燒了當中 那這邊轉出去台奴炮 唉唷 生鯉趕快鼓一下 這裡馬公也在想辦法給阿里 現在MBL家裡應該是能守住 現在是Hera Hera這邊好像快要擋不住的感覺 好 從西陣來收掉剩下的槍兵 好 這裡應該要反打的喔 這裡應該不能撤 馬公要繼續射 對 好 MBL家裡還沒有問題 問題一直都是在Hera家 Hera已經快要被壓制住 就沒有辦法出兵了 村民數只剩下55村 左人口只有66而已 這裡馬公繼續給壓力 這裡要蓋寶 MBL 能夠救得了Pera嗎 好 這邊馬公騎兵 直接衝了進來 不然還是受贏了MBL的C-Bound政府者 現在Hera沒有城堡 可以轉出馬公反之 就算出駱駝 也會被一隻風箏 帶走大量駱駝的數量 現在MBL只能一個人扛住全部的人了 有機會嗎 Hera這邊很想要趕快把自己的經濟拉回來 但是這邊馬公還在持續打U級戰 好 看到這裡 好想喔 流到了後方 這一波流 流得很不錯喔 感覺可以抓到很多的村民 後面有少量的C-Bound征服者 MBL很努力 想要返回局面 但Hera好像快沒呼吸了 這一波進來 射掉了非常多的Hera的村民 節奏又再次回到了岩點 又回到了59村 好 現在MBL 村數是180村 對上兇人110村 現在內家兇人進化出關 好 這邊終於收掉蘇里的馬公 這裡關的蠻漂亮的 好 這邊再繼續堵 再撞 哇 全部的馬公 全部關在城中心下方 選擇放棄控制 好 終於搞定了這些馬公 Hera這邊的家裡有一坨大的頭子車砸了一發全倒 哇 相當舒服 這坨滿風直接被砸到 剩下10隻的數量 好 MBL現在多處防守 很努力 越南怎麼轉出了戰毛兵啊 好 那確實打 西班征服者戰毛兵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通常還是要先優先升黃金兵 這個藤甲弓兵或是挪兵要優先升值 好 這時候熊仁轉出了大量的槍兵 好 這時候熊仁轉出了大量的槍兵 欸 不轉遊俠 轉軍銀 聽有想法了 熊仁打槍兵 好 MBL 後方的火槍 就做到了一些事情 這根城堡能夠蓋起來嗎 還在蓋 97 98 哇 到城堡 打出了1 最後沒有蓋成功啦 這根城堡 好 上方看起來是沒有繼續給壓力了 Hera稍微有點冰了 現在MBL很努力 靠著一擊之力 反擊回去 看這邊 新增數量可能不太夠 看在外邊家裡也被騷擾幫中 這裡大量馬弓還在持續給壓力 好 火槍一射 馬弓高地反擊 好 看一下上方 好 這裡就用維吼 終於這時候轉出來的東西衝車 要來直接一鍋端掉Hera了嗎 衝車開頂 MBL 金礦已經發完囉 要尋找新的安全的金礦 Hera終於蓋出了自己的第一根城堡 有一根堡的猛補就有希望 差不多 萬刀有事來了 玻璃大砲步兵 攻擊力一隻比游翔還要高 16加1 生產速度快 攻擊力超成 千萬不能跟他打進戰 會被刮到頭破血流 好 萬刀王子已經來了 好 後面自己著想 騎士扛不住 欸 這邊直接全滴彎刀 就是沒必要滴吧 就讓他打完就好了 看到被著想就想滴 這是一個壞習慣 要看情況滴啊 好 艾比爾這邊 想要開這個黃金礦 用西班征不得逼退了對方 好 衝車槍兵集結在死 Hera這邊能夠長得住嗎 城堡在這個位置 努力量產蒙古突擊 好 衝車槍兵 全面人滿為患 剩下的臭兵只能在城鎮中心下被暴打 哇 這邊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後面大量槍兵已經過來 這麼多的槍兵 弱鎖也會扛不住喔 衝車已經來了 後面的騎士 過來防守 沒有辦法 哇 開頂 下方這邊防守 越南的天角弓兵也出來了 現在西班上征服者 越來越難打 Hera可能是要被異國被鑽掉了 鴻田全部往後撤 好 蒙古突擊只有5隻的數量 能做到事情其實也並不是非常多 好 這裡再補一個城堡 雙堡防守 好 我們拉出來了 蒙古突擊 然後幫忙MBL MBL這邊被擊兵戳到幾下 血量掉得很快 好 這邊排隊 讓騎士兵全部收光 後方有更多的大風車 繼續輸出 下方有更多的馬弓 還有騰甲弓兵 當然一直沒有工程器 巨型投石機在哪呢 這個殘暴有蓋起來嗎 Hera 85% Hera 95 97 98 99 OK 最後城堡還是蓋起來了 這邊高打低 但這邊馬弓數量相差太多了 西班征服者一隻一隻的導向 右邊的衝車已經B4到了城鎮中心 蒙古突擊趕快回來打一下衝車 這邊駱駝在巡邏 但完全打不贏槍兵 槍兵現在沒解 好 趕快先射掉前方的槍兵 槍兵數量太多了 直接在槍兵面前挖黃金 哇 這是工坊全滿槍兵了 說村民其實也是有傷害的喔 好 趕快拉村民去解掉剩下的衝車 這邊勝利守住 MBL也過來保護一下 MBL家裡也可以開始有問題了 工程器 已經來了 說曹操曹操就到 這怎麼一回事啊 終於有工程器了 好 那一家的法蘭克 重裝騎士已經來了 有小孩沒有來 好 好 好 這邊站毛高打滴 MBL 這邊好像要守不住了 好 大量的攻城器配上唇甲弓兵 還有帝王戰毛 400滴血的茅相夫也來了 待會遇到茅相夫也要用西珍嗎 這邊想要秀 雷發 OK 秀到了 MBL這邊打出了 拒絕 攻擊一成一的戰隊 拿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了 哇 這場比賽看起來好像打太難了 現在一成一的玩家其實都很厲害了 都知道什麼時候該呢 什麼時候該暴兵呢 給對方前期壓力也是知道的 沒有講到MBL 是這場最carry的 結果Hera的蒙古一直被壓在家裡 感覺是前期肉馬出太多了 但出太少的話又沒有辦法給到對方壓力 確實是蒙古打一個多線的時候的一個問題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凶人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直射果然是最強的玩家 槍兵配上衝車 而不是打遊俠跟馬功 他確實有自己的想法在 再搭配隊友的法安克人 然後其他的兵一起沿過來 一次帶走了Hera的城鎮中心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